李文确定告李堪!加码出版。 李文将在本周提起亲子关系诉讼,争取遗产。 图翻设理文脸书,20101803.26。 李毛才过是没多久,一双儿女就开始兴起诉讼。 她的女儿李文,确定在今,26日发律师喊给同父异母的弟弟李堪,要求看李敖遗嘱,本周并将到法院提起亲子关系诉讼,争取遗产。 根据苹果日报报道,李文一直认为李毛应该要留遗产给她,因此不停在媒体放话要看遗嘱。 但李堪及其母亲似乎都没有回应,甚至李敖大提已经火化并进她,她都是看到媒体报道才知道,令她相当难过,因此决定寄出律师喊。 其实,李文和李堪家人从未来往,唯一联系的管道就是李敖的经纪人,连李敖生钱给李文的生活费,也都是透过经纪人转交,但近日李文传讯息给经纪人询问,对方却都是已读不回。 李文也透露已经完成著作李敖不为人知的秘密,正在寻找发行的出版社,她也曾自曝14岁遭记复性骚扰,因此希望成为台版MeToo的代言人,陪受害者走出伤痛。